現在他又是自己怎麼說自己 好 來 我們先來看未試 證供 也就是說這個事情的發生 不論是什麼原因 不論是誰的錯 最後錯都是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皇帝 我必須要承受 概括承受所有的責任 陳正宗提到了屏東縣的 過去的議長鄭太極先生 他後來因為殺人罪而被槍決 他在當議長的時候 發的別證書 人家都不願意來臨 為什麼 上面寫的是 他的議長的名字 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在這裡我就要請教 假如陳總統還這樣子下去的話 我請問 像你這樣的弊案纏身 你接待外賓的時候 你不覺得外賓會對你有不同的感覺嗎 陳總統 從他本人到他的家庭 貪腐到這個程度 還好意思跟我來談法律嗎 我真的建議民進黨 他現在該做的事情是清理門戶 他應該好好地思考 他這個黨為什麼墮落得這麼快 過去是這樣說的 現在他是 放棄手後他是怪制度 怪敵人 怪司法 不怪自己的 但是即便是這樣 今天藍軍是怎麼樣支持馬英九 我要說台灣 你說要死費 要怎麼好改 有可能 來 我們再來看今天的VCR 馬英九加油 我們打勝利 馬英九被起訴 藍軍市議員把馬英九比喻成 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就好像當年的耶穌 被釘在十字架上一樣 事實證明耶穌他兩手清白 他是一個聖者 一直到現在變成一個宗教 我相信馬英九大家也認為 他是歷史上的第一人 馬家軍更直接選在大票倉 台北縣中和發動連署 希望塑造停馬輿論 強力有嗎 是 是子泥拔 是子泥拔 停馬活動往南推 不管是台中還是高雄 都有名代動員停馬 反對黑手深入檢調單位 反對黑手深入檢調單位 我們包棄黑手好不好 包棄黑手 阿扁總統起訴 沒有人 我的觀察是民進黨還是綠營 沒有人說阿扁是紅政治破壞 沒有人說阿扁是亞蘇 結果是說我相信他穿白 我的結果是這樣而已 今天藍營 馬英九起訴是說他是亞蘇 都不會有國安法沒人說 我才會信任 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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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